南洋风云 在没有记错是上个礼拜吧 就是已经举行了这一个46届全国的这个代表大会 所以呢当时候呢 他也是换了一个主题叫做一个国家同心意义为主题 当时候他们也是穿上了一个新衣 就是红色的 就可以看到这个从照片这样子看下去 就是红色一个海这样子 而且呢他们的出息率是非常高 因为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的这个成员里面都有2300多位 然后他们的出息率是达到76%没有记错的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次民政党在这方面呢 还蛮的就是有一个团结的一个一个精神在当中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就是民政党全国副主席 就是刘华才博士 就是到现场来接送我们这个访问 可以问他有关于 哎呃 来接的第14大选啊 对于民政党这方面 有什么卡啊 就是哎 有没有一些策略性的一个 一个系统就是哎 要怎样去安排呢 还有就是来接大选 有没有信心就是可以从那会 就是之前的这个 呃 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实力回来啊 所以我们有请今天呃 嘉宾就是刘华才博士 欢迎 谢谢大家 对 那我们可能先呃 前面我们先聊一下一下 哎呃 有关于就是呃 这个第46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刚结束嘛 是 不可以形容一下 呃 在于这个大会上面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个信息吗 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其实这一次的呃 全国大会 我们每次都谈到就是说 应该是呃 第14届大选 嗯 呃 之前的最后一个全国大会 啊 对啊 所以呢 我们当我们在安排这个全国大会的时候 呃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要我们的党员 要我们的代表 然后要每个民政党的呃 每个层次都在备战的一个状态 所谓备战的状态就是呃 准备下一届大选 嗯 所以呢呃 在这一次的整个全国大会里面的 的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 第一要告诉我们的党员 这一次呢 是一个生死战 嗯 所以这个是生死战 因为在前两届 2008年 2013年的呃 那个大选呢 其实我们的成绩都不很理想 嗯 不是不很理想 这是不理想 就对了 哈哈 是不理想 所以呢 就是因为不理想过后呢 如果再一次的下一届大选 我们的成绩还是以像上两届一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我们民政党会陷入更艰难的一个 一个一个低迷的状态 这个状态 所以呢这个大会呢呃 重点就是要要要一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呃 一个生死战 所以呢我们也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民政党做了很多东西 嗯 在槟城也好 在全国也好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最主要也要激发我们的党员 嗯 呃 说呃 一定要 呃 通心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吧 嗯 就是要 要satuhati 就是一定要 要通心意义 然后才可以备战 才可以打赢这场战 是 嗯 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这个看法呢 就是说呃 是在我们的安顺的补选的时候 就是我党主席在呃 在打那个安顺的补选的时候 以前我们呃 安顺是输七千多票 嗯 然后呃 反败为胜的 就是说我们才赢两百三十八张票 是 虽然是两百三十八张票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 一个精神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把它纳入为安顺精神的 嗯 就是全国的呃 民政党上上下下 每一个层次呢 都过来安顺呢 民政党的呃 国州议席 嗯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是希望 在这一次的呃 全国大会里面可以激发我们的党员 嗯 是 要用这种模式的话 当然需要的是 人力一定是不能缺少的吧 因为如果没有人员 没有人的资源的话 要要实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难度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 但是我们先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有关就是 你对于现在的就是 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局势吧 你认为他是怎样的 就是如果你拿上两届来比较的话 来届第14届大选 你有认为是怎样的一个局势 目前为止 我相信呃 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呃 前两届我们就纳入为海啸了 是 海啸就输了 对 输就输了 也是也要有一些理由来 这样为什么输掉 就是所谓的海啸 我就compare上一届就好了 上一届的时候 那种心态 改朝换代的心态 是 改朝换代的心态 你可以看到呢 很多呃 外国的呃 马来西亚公民 对 都会买机票 买车票 呃 全部回来 呃 这个国家 呃 就是一心 要把这个呃 政府换掉 对对 这种这种冲动 这个冲动 我相信这一届 没有这个冲动的啦 因为这个冲动会减少 你把我的记忆 就从哪里 怎么拔出来了 的确没有想 没想到 就当两时候就是 诶好像在 还没有大选 这些前几个月 已经是有一个 外国啊 就是网上已经疯狂 传所谓的 诶外国的这个 呃 呃 之类的 就是诶 当时候是percent嘛 就是对不对 就是外国的很多 美国 无论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也好 台湾啊 中国啊 都是拍照 就说 哦 我们只只换这部之类的 是是 这次好像 没有啊 没有消息 还有飞票 有它的原因的 我相信 第一个就是 这个冲都没有了 对 因为呢我看到 他可能讲说 哦 国阵不好 国阵烂 国阵贪污 这个是每次都是被人家骂的 是 所以 可能他们又另一方面 又看到槟城 看到雪兰俄州 看到季兰丹的时候 诶 都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啊 也是差不多一样啊 所以呢 我觉得当他们失去信心的时候的 呃 这个冲动就会没有了 是 这个从外国回来 冲动就没有 第二呢 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选民呢 特别是我 讲华人啊 讲华裔的选民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他们这一次 出来投票的话 就会 就 就 就有犹豫不决了 对 就开始 感觉到 诶 都不懂要投哪里 不懂要投国阵啊 还是要投反对党啊 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的感觉到 呃 两方面都做得不好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一次的13 第14届大选的那个投票率 会 会低过 嗯 第13届大选 嗯 投票率 投票率 会低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整个投票的一个 一个局势啊 目前啊 目前啊 大概过后到明年 如果在大选的时候 那个情形有没有改变 我们就不懂啊 是 那不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呃 因为现在的整个局势就是 西盟一个 然后国阵 还有一个是 西盟啊 还是西联 西联 西联 对 西联 对 希望联盟 对 也不怪你 他们名字一直大概 这样 有这样说法 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兰党嘛 这样子有一些传言就讲 呃 伊斯兰党可能会跟国阵 就是可能会联合起来 对这点你是怎么看 其实我不觉得 呃 我相信 一 嗯 呃 三角战 或者是呃 有三个政党出来 竞选的那个 机率会比较高 比较高 就是不大可能会有 议席的妥协吧 对对对 我第一的就是说 我看呃 所谓的那个 回教党 回教党他 他不可能跟西盟的嘛 嗯 因为那边的 行动党也是 呃 以前就抱在一起 现在就不能抱在一起 就就 也不能在一起的 应该是不会了 应该不会了 没有 在政治没有什么不会的 以前把 阿菲也是 骂到像鬼样 现在也不是抱在一起 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果是凭着国政的精神的话呢 要要接纳一个政党 要有13个成员党全部要认同 要认同他才可以接纳 至少民政党都不会接受了咯 我相信马华还有其他的政党也不会接受 所以我相信呃 回教党进入国政 那个可能性 呃会是不可能的 如果进国政不可能 但有没有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会跟他做一些议席的分配 还是就是 我相信做议席的分配呢 到大选过后成绩出来 那个我们才可以谈 这个也是可能的 哦 我意思是讲 呃 before就是大选前的上阵啊 比如就特地讲好 呃 伊斯兰党可能就跟西蒙就一对一 这样子的可能 就没有进国政 可是他就是做一些洽谈有个这个可能 我 他跟跟西蒙我就不懂啊 跟国政是不可能的 哦 跟国政是不可能的 所以 可是我现在看的局势是说 呃 伊斯兰党有自己的立场 嗯 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也要 他觉得啦 他应该是想做一个造王者 Kingmaker 因为他如果是他有 有国会议席 当呢 整个国会222个在瘫痪的时候 一半一半的时候 呃 国政一半 西蒙一半的时候 他就是Kingmaker了 他就是造王者 看他去哪里 就是水塘政府那时候 我相信他是想扮演这个角色 哦 可是我相信他会失望啦 因为我 其实坦白讲说 下一届的大选 我们还是不懂得 怎么样去预测啊 还是预测不到下一届 下一届大选的整个局势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呢 这个这个可能性都有存在的 对 嗯 其实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新闻 其实好像在半年前和半年后的这个状况啊 其实也是相差相差的非常大 好像我们谈之前我们是谈到马化 在半年前马化其实当时候是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落的 但是回来 这个半年后呢 感觉马化的这个气势 好像能上回来 对 所以可以算是 半年的时间 其实可以让一个政党 可不预测到他未来的这个主宰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可能 而且我们的现在这个距离这个第14世界大选 有的预测可能会是在 呃 巨师啊 有的说 华人新年过后 各种说法 各种说法 但是都有可能性 因为只是虽然是短短 剩下已经半年时间内吧 应该是说 但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出乎意料的一个事情发生吧 可能在这方面 好像我们说的全国大选 你认为在呃 现在这个状况目前为止 呃 投票率是非常低的 是因为对于政治人感吗 嗯 这方面是所有人吗 还是只是年轻人吗 因为我们有探讨过 呃 年轻人已经不用再说了 因为很多人都是 已经是进入这个 这个人感的关系 那如果是在 已经是 步入了这个社会 或者是中上的人呢 你认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相信呃 整个中上 中上 我相信他们的 呃 心目中已经有了决定啊 嗯 有了决定 呃 我们用英文讲是这样 已经有了hardcore的 国政有国政的 战事业 粉丝 然后西门有西门的 中心支持者 肯定有这个 这个都可以了 嗯 嗯 我们对 两方面在潮在野呢 在抢的票呢 都是在 呃 那个中间选民 嗯 那个游离票 对 那个还没有做决定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中间的 那个 那个票场 那个才是我们 现在开始注重的 会是什么样的群体啊 就是年龄层 这群人大多数 所以我就是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说这个年龄层 就是说在21岁到39岁 这个层次 在下一届大选里面 占了整50% 有50% 非常非常报道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说还有很多人没有申请 这个数据是非常多的 那个不要谈还没有申请 这样子已经是申请了的 成为有50%的 有可以投票的 然后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 发现到 其实这个年轻人 这一群 整60%的 那个所谓的年轻人 还没有决定要选择 哪一个政党 还没有选择 是说还没有思考说 要选国政 还是要选反对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说 年轻人都已经是全部都是反对党的支持者 这个是普遍上 如果是你在网记网络 你看到的话 年轻人都是骂政府的那一种 可是从民调里面看来的话 不是这样 原来是还有很多 整60%的那些所谓的年轻人 还没有决定 要选择国政 还是选择西门 还是选择其他的政党 还没有 所以这种民调的结论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票场 就是我们大家要过去 很注意要去关心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会去 很积极的去 去engage 或者是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有对国政的信心要提高 可以看得住 其实也不像 DX这个反应 跟上两届的人是没有的比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也没有预料到 这次的这个情况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没有说太大的 就是会偏向其中一方之类的 这个是非常难预测 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人敢预测 或是进行预测的一个状况 对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希望可以找每个党的成员 可以分享一下 最主要目前为止 每个党 他们能进行的一个策略部分 会是怎么样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你对于现在一个情况 在民政党这方面 他们会 这个代表他会做了 然后目前为止 你们会希望下一步 会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吗 其实民政党的策略呢 策略是应该不应该讲的 开玩笑 其实我们的党 重点就是说 第一呢 我们还是觉得啦 民政党还是觉得是说 那个所谓的中心支持者呢 那个是改变不到了 那个是如果是你讲有 有3030 国阵有30 反对党有30的话 60这叫40%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争取这个 让他们的认同 这个40% 所以呢 民政党一直在强调的是说 候选人很重要 候选人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因为国家课题的话 那个轮不到候选人去做啦 那个就是 由国政的高层啊 由 党的高层啊 去处理那个 那个所谓国家课题 所以除了国家课题 我们不能控制的话 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嘛 因为他爽爽 等一下会来一个课题 告诉你说 哦 洗衣机也要 哈拉啊 这样都是 啤酒机啊 所以这些课题的都是 在民政党高层里面 一直在处理的东西 你要讲我们灭火也好 要讲我们制作 这个是 这个是由不到 其他人做的 只能在上面 上一层的人去做 可是除了这一点 他们做不到的东西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 我们一直很强调的 就是那个候选人 那个候选人 候选人跟选民的那种关系啊 我们英文讲 那个bonding啊 那种关系要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因为 我们也认同这一点 党主席也认同这一点 所以呢 党主席的在两年前呢 其实都已经是 把候选人签订出来了 哦 所以我们不可以宣布是候选人啊 可是说我们知道 他将会代表民政党出战的 候选人 因为候选人只有首相 才可以公布嘛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名词 叫做协调员 所以呢 这个两年前的都已经 布入的每个州的国 州议席啊 十二个国 三十三个州的 所谓的协调员呢 都已经出入了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选区在哪里了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个协调员呢 都已经开始做工了 是 所以我们 我们都很积极的在 呃 不要讲监督啦 在评估 对 在评估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协调员 呃 在那个选区里面的服务 就你们还是会有选几位 这样子的 然后 因为我们选一位 选一位 不是就 我们不 我们当然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决定会很难的 对 因为每个人都要当候选人 是 然后你也很难知道 对 对 持久度啊 对 所以要 要提早把它鉴定出来啊 如果是不适合的话 就早早看到文字 就换掉 就早就才可以换掉啊 因为让他们 因为不要你当了 进去的时候 最后一分钟 比如说六个月里面 现在你进去 进去的时候才觉得 哎呦 你不适合啊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换了 那时候 对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之前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的协调员 顶不住这种 压力 压力 选择退出 有 坦白讲有 所以那时候我们 现在换好过我来六个月 在大选的时候 我们来换嘛 所以呢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对民政党来是一个突破 因为每一个协调员 或者候选人 都是最二分钟 才鉴定下来的 最二分钟 鉴定下来 你怎样去 让那个选区的 选民认识你 都不懂你是谁 除非你讲说 候选人的数字不重要 这样就另当别论 可是说 如果你觉得 候选人重要的话 你就要让他下去 那个选区里面 去服务嘛 所以你们是不大可能 有空降的那种概念 空降的可能性也有 有的是 意思是说 当那个人不适合 不适合过后呢 这样可能我们就要 另有安排了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基础很简单 赢面最高的候选人 谁的赢面最高 这样就是谁就会 代表民政党 代表国政出战 可是说 问题又出来了 什么叫做赢面高 你的赢面高 他来讲 可能你的赢面不高 所以要怎么样去评估 应该有很多方面 你看 以权会有收费 所以才会有收费 投党不投人 如果是这样情况 又变成 又是另外一回事的吧 是不是 上两届大选 就是 投党不投人 所以我们的策略 就是要让人 投人不投党 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 如果还是 投党不投人的话 如果是在民政党 困赫区还好 如果是像槟城 这样以华裔 大的一个国州议席 他们是真的是 投党不投人 那种情形 这样是一面倒的 这样是一面倒 所以我们也希望 为什么我刚才讲的 那个bonding很重要 那个bonding 当然重要就是说 我跟你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时候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票还是给我 我要做到这一点 要做到这一点 不容易 要很久的耕耘 要很久的根源 就好像你讲 我的选区在巴图 我有八十五千个选民 你这样去做这个bonding 你这样去做 能做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其中一个策略 就是要候选人先下去 先下去 让人民来评估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们在选择候选人 已经有了候选人吗 现在暂时的 这个目前的状况位置 就是已经有 可能在一些特别选区上 已经有误涉到了 或者是已经确定了 已经是有了吧 你是讲民政党 当然有啊 我讲两年前 都已经鉴定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担心 是过后跟成员党协调 可能这个区域 无缘无故被给了马化 还是什么 这样就可能 也有可能 对 所以呢 我想说政治里面 其实从政了过 我才知道那么多问题 不要讲问题 那么多挑战 这个也是 因为当民政 加入了这个 也是在他们 因为马化和民政 两个派 华人派嘛 主要是 民政算是多元政党 对 我们虽然是 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 可是都被标签 为华人 就是可能从民众 眼中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他的限制就是 民政在这方面 就好像被限制住了 重叠是什么 对啊 就有时候会 就是如果 从民众的眼中 来看待的话 就会是这样子 如果 然后在两个里面 选一个 很多人就 不用看 马化就这样子 如果当中要选一个的话 再从民众的眼光 这样子看 可是马化骂得比较惨 我觉得 民政党没有 怎么样讲说 马化跟民政 里面选一个 因为代表国政的 只有一个 是 对 他不可能是一个 一个选区 里面有马化 有民政出政 明白 只是 偶尔就是 因为你看了很多人 就是 我很多中间选民的 认知 对不对 很多时候就是 民政是 是什么党派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 对 很多 所谓的中间选民 有人看到 民政的 标志是红升 还以为我们是火箭 也有人讲说 就很多会误会 这个就是 我很好就是 所谓的头当不头的 甚至就是 不了解整个层面 所以才选择 就随便吧 这个人 特别人多的头 就头这个吧 是啊 我有去 我曾经 记得我去一个场合的时候 他们 他们就 我走进去一个咖啡店 哦 那个就是刘华财 哦 那个是火箭的 哈 他认了刘华财 那是火箭的 要记清楚 不然 投票的时候 投错掉 这可能是在马来西亚民众 可能有些人还是 有有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 还搞不清楚 那个民政党 国政的分别是什么 是否我们需要去教育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人民 是否每个人需要去了解 政治这方面呢 会有难度吗 去 没有 重点 我觉得 教育是 重要 可是重点呢 怎么样去激发起那种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 嗯 当他有那个关心的过后 他就会去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所谓的要注意 让他们注意去了解 是政党的一个本分 一个 写调去做的一个事情 是是 好 我们下节回来再聊更多有关于民政党的一个走向吧 有关于民政党的一个人